各位观众 大家午安 我是得玩家带 如今的时代 许多人对于烹饪以及主食 非常的讲究 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 非常漂亮的环保节能 V-Series煮几道 简单又健康的美味料理 今天早上 我们随报纸派发了很多的传单 引起了许多人的热烈询问 其实现在全球软化的现象 越来越严重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效应的恶化 接下来更加的精彩 请继续收看 简单方便 节能健康 环保节能健康锅 家用又不够用了 最近全球浪化特定严重 有许多商家对这个特定很关注 请注意今天报纸所夹在的团餐 请注意今早报纸夹的传单局里有密切关系 环保节能健康锅 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位是知识老师 请多指教 知识老师的报道经常出现在许多著名的女性杂志里 她一向致力于研究由饮食不当而引起的种种文明病 以及通过健康的饮食预防方法 并且研发了许多适合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的食谱 现在在许多烹饪教室教导妈妈们烹煮亲子料理 好 今天老师会用这套环保节能健康锅 组一些怎么样的料理呢 今天我要介绍的料理是简单又健康的美味料理 简单健康又美味吗 摆在面前的这些锅子闪闪发光的好漂亮哦 我很喜欢它们 不但漂亮 卫生 经济又容易使用呢 哦 漂亮 卫生 经济又容易使用吗 有很多的形状呢 平底锅 这是万用锅 都很精巧 但我担心它们像一般的钢锅给人的印象都很厚重 咦 你举起来却不非吹灰之力 奇怪 它不是有多层钢做的吗 说得没错 但它是由以前的五层钢进化而成的复合金不锈钢 复合金不锈钢 用起来比以前更精巧 待会我会做出很棒的料理哦 说到环保节能锅 就要请他出来咯 菲子先生 你好 那北先生是这套锅子的专家 可否跟大家说明下呢 当然没问题 这真是很好用的锅子 是 那老师现在要煮什么呢 是 首先为大家煮的是温泉蛋 用的是16公分的烫锅 16公分的烫锅 对 这16公分烫锅 只需要放这么少水 这么少就够了吗 对 倒入锅子里就好了 然后再把盖子盖上 把盖盖上 然后开中小火 这样就可以煮出很漂亮的温泉蛋了 很简单 因为它传热快速均匀 煮滚后调小火就可以了 哦 哦 老师 水滚了吗 等一下就滚了 要知道它滚呢 看这个透气孔 是否有蒸气冒出来就行了 你说蒸气就冒出来了耶 对 它传热真的很快 现在可以转小火了 你看 火小的几乎看不见呢 哇 真的很急省 对 对事物繁忙的主妇来说呢 最关心就是进省能源 又能很快地把食物煮出来 真是省食 省能源 又环保呢 来 打开锅子 看 这碗全蛋看起来很美味呢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 很棒的20公分的烫锅 在15分钟内煮出三道菜 15分钟内煮三道菜 对 如果很快地要把料理煮好 忙碌的家庭主妇一定很开心的 现在就用20公分汤锅煮天赋螺 首先我们在这个锅内放一公分深的油 才放这么少油没问题吗 是 油了以后就可以放入材料了 但是一般上煮天赋螺不是要放一整锅的油炸出来才漂亮吗 其实啊 然后少油煮 这样呢才吃得健康 哇 炸得很漂亮 把这个面衣的虾放进去炸 然后呢加入同样这样的面衣的紫色叶 哇 一下子就熟了 这样子香气即可了 是 哇 它可用电磁炉煮呢 对 无论是用电磁炉或者是瓦斯炉都没问题的 两种都可以吗 对 家里面电磁炉不用怕 可以有瓦斯炉的 对了 你要试吃吗 哇 可以吗 我一直在等着吃呢 当然可以了 来 吃炸虾吧 好好吃哦 要吹一吹才可以吃哦 好吃吧 嗯 真的很好吃 现在我们的第二道菜呢是煮甜地瓜 老师 不用洗锅就直接煮吗 对 首先呢 把刚刚的油倒出来 好 倒油 哇 还剩很多油 这样就行了 真的不洗锅啊 是的 嗯 可以放了 番薯洗净切小条 哦 很新鲜 嗯 是 均匀地铺入番薯 铺平在锅子里啊 接下来呢 把这碗糖均匀地洒入 铺在番薯上面 倒完了以后呢 就盖上盖子了 那只需开小火煮五分钟就行了 这么快就可以煮好啊 对啊 哇 过程真的很简单啊 对 而且我刚才没有看到老师呢 就是搅拌番薯 可是一般呢 不需要一边搅一边煮的吗 是 这锅子是不需要一边搅拌这么麻烦的 哇 不需要搅拌这么麻烦啊 非常简单 轻松吧 而且从开始到现在 我们没有开过大火煮的 对 其实呢 这锅子传热很快很均匀 开小火就有大火的功能 根本不用开大火啊 哇 那样真的很节省呢 对 它很经济实惠 哦 老师 它开始冒烟了呢 现在打开盖 哇 煮得好漂亮哦 是 这时候呢 用勺子轻轻地搅拌 让它更入味 好想吃哦 直接地夹起来 然后撒上黑芝麻 嗯 这番薯煮得刚好 甜度也很厚 这是多汁又美味呢 哇 而且呢 锅子里啊 是干干净净 一点也不黏锅 哇 两道菜就这样子轻松完成了 好 可以准备第三道菜了 嗯 好 哇 真的是短短的时间呢 就煮好两道菜了 那接下来要煮什么呢 是 接下来呢 是牛棒料理 而且不必洗锅 又不必洗锅 是 就这样煮吗 对 哇 刚才的锅里还有糖呢 没问题的 首先呢 我们把牛棒放入 哇 倒进去之后呢 再放入萝卜丝 是 是 是 萝卜切丝嘛 是 用筷子去搅拌 刚才剩余的糖啊 可以当作调味料哦 嗯 它厉害就在这里啊 一般放糖之后很容易烧焦吧 但是这汤锅呢 只需要用中小火来煮 所以不容易烧焦 哇 它连锅子底部都很干净呢 你看牛棒和糖 也不会粘在锅里 对对对 好 放入调味料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的 因为它有很棒的 珍珠抛光技术 煮东西都不容易粘 哦 所以就不容易一直洗锅 对 没错啦 嗯 没错的 哇 放入调味料煮呢 锅里还是这么干净 对 所以容易清洗啊 很简单耶 是的 真好 没错 煮滚后呢 盖上盖 对 盖上盖 煮两到四分钟就可以了 用小火吗 对 用小火 完成了 对 差不多好了 是一个 哇 已经好了 哇 这个很香耶 嗯 好香哦 嗯 很美味吧 哇 好好吃哦 这锅子呢 最独特的地方 就是只需要用很少油和调味料 就能够煮出食材天然的甜味 很原汁原味的 真的只需要十五分钟 就做出三道料理耶 方法真的是又省时又方便 有了这个锅子呢 相信连我自己在家 也都能够在短短的十五分钟 就煮出三道菜了呢 欸 没错 而且呢 全程只需要使用小火来煮 又不用常常浪费水来洗锅 不但节省也很环保 加上最近水电费一直涨价 长期用下来 它还可以替你节省不少钱呢 牛头牌自由系列是由传统的多层不锈钢 进化成轻巧的复合金牛头钢 牛头钢的构造包括中间层的铝合钢 以及内外层的304和430顶级不锈钢 因此它的传热快速使用小火最有大火的功效 进化的牛头钢比一般的钢锅更轻盈易握 自由系列使用了全世界首创的 锅深厚度差异设计 比一般市售钢锅减轻了三分之一的重量 它不易粘锅 使用方便 只需少量的水 油和调味料 就能够烹调出原汁棉味健康又美味的菜肴 另外它传热快速均匀 除热性卓越 节省更多的能源时间 牛头牌自由系列是您厨房的好帮手 哎 家用又不够用了 最近全球暖化课题严重 许多商家对这个课题很穿重 请注意今天报纸所加带的传单 请注意今早报纸加的传单举例有密切关系 环保节能健康锅 现在要煮的是Laksania 这是餐厅才能够吃到的 是 其实很容易的用这个锅子呢 煮的Laksania会像餐厅一样好吃 但它的把手怎么不见了 把手可以直接拆下来 你看 它是一体成型的设计 是是是 手把和锅身连接 手把绝对不会脱落 真的耶 所以它完全没有死角 清洗的时候非常方便 每个部分都能洗得很干净 不会藏污够 还可以直接放进烤箱煮 煮Laksania吗 对啊 Laksania用烤箱烤 完全正确 哦 所以用这个平底锅 在自家厨房也能吃到像餐厅般好吃的料理 交给你了老师 好的 首先在锅里均匀地剥上茄子片 接下来呢 就要放入混合酱料咯 这个混合酱料是怎么做的呢 是 它是由薄荷酱加番茄酱 以1比1的比例来混合的 来涂上这个茄子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饺子皮 在超市买的 没有错 但是材料这么简单 原来做意大利料理一点也不难 对啊 这叫自由系列强调简单方便 而且它传热很均匀 食物每个部分都均匀受热 效果和烤箱一样好啊 是的 是的 真的非常简单 对同样的步骤呢 重复三次 那你先铺上茄子片 醬料 最后呢就是饺子皮 铺了第三层的醬料呢 就不用饺子皮了 直接撒上这些起司呢 就可以了 要铺得很均匀哦 是啊 接下来就把整个锅子放进烤箱 对 不需要盖盖子哦 这样连烤盘都不用买了 很省钱呢 让三个连锅一起煮 对 把手拆掉 锅子就可以直接放进烤箱烤了 来帮你开 你看 这样就行了 对对对 真的很简单 放进去之后呢 调200度西 烘15分钟至20分钟 现在我们可以将 拉萨尼拿出来咯 哇 烤心烫哦 好兴奋哦 好期待哦 是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哇 这个起司融化得好漂亮 看起来好美味哦 对 老师啊 你撒上这个西洋请之后呢 真的像一串地卖的一模一样呢 是 对啊 做烤箱料理很方便 这么漂亮的锅子 也可以直接摆上桌啊 所以不用另外把这个 拉萨尼拿钻在大盘子里面咯 来 试一试 很美味吧 嗯 好好吃哦 嗯 真的很美味 对啊 烹饪就是这么简单啊 嗯 来 这个24cm的平底锅呢 也很适合做意大利粉啊 烤比萨啦 还有烘cheesecake等等的 哦 cheesecake cheesecake啊 也是做得很美的 看 好漂亮哦 是吧 像烤箱烤的一样好啊 对 没错 先把cheesecake呢 连着烘焙纸一几取出 然后呢 倒过在大盘里 像这样哦 倒口 撒上糖粉 哇 很像下雪对不对 像下雪一样漂亮 对对对对 哇 真的太美了 对啊 拆掉把手 就能够做出像餐厅的料理了 嗯 对 哇 来 所以不用花大钱去餐厅吃的 在家吃更健康 对 我也来一块 嗯 嗯 好吃 太美味了 真的是一点都不输蛋糕店啊 只要把西胶把手拆除 直接放入烤箱 即可做出香脆美味的意大利披萨 自由系列平底锅 还能够组出最著名的意大利料理 牛肉汉堡 在家做给小朋友吃最开心了 它还可以烘美味的苹果拍和煎鱼 只需要用非常少的油 就可煎出营养的虾鱼 用平底锅炖煮青蚝和棒类海鲜 能够饮出海鲜最天然的甜味 煮出来的海鲜料理鲜甜多汁 简单又健康 把姜汁涂在玉米上直接煮 还可以吃到美味的香烤玉米哦 哎 家用又不够用了 最近全球暖化课题严重 很多商家对这个课题很关注 请注意今天报纸所夹在的团单 请注意今早报纸夹在团单 一定有密切关系 环保健能健康锅 这个炒菜锅是日本第一个综合炒菜锅 也是我大力推荐的产品 最特别的是它盖子的形状 可以发挥很好的导热功能 它的盖子就像半圆的球 跟一般的锅子有什么不同呢 对 这盖子的设计呢 会使锅子的容量增大 加上热度会在里面上下循环 食物就可以快速均匀地受热 其实材料很多食物也会很快熟的 哇 那伦大老师你发挥咯 老师 拜托你了 现在我们要煮炒面呢 炒面啊 对 这个炒面不需要一直地搅拌 而且大家都会煮的简单料理哦 没错 我们用煤浸炉煮 这个炒锅是用双手把的吧 所以很好拿 对 煮腹很方便啊 是的 首先不用开火 先把三层肉铺上去 这是五花肉吗 对 肉的纹路很漂亮啊 是 老师为什么完全没有放油呢 它不需要放油 我第一次看见不用油也可以炒面呢 对 这炒锅可直接用肉本身的油来煮哦 可以放那么多材料啊 对 再放豆芽 一层层铺上去 豆芽很新鲜啊 哦 还要再放啊 当然 蛋盆的还要放面呢 萝卜和青椒 是的 最后呢就放面 放两块哦 哇 放这么多材料不会很难煮吗 不会的 别担心 再撒上芝麻和调味料 原来炒面可以放芝麻 哇 很香 哇 其实芝麻是很健康的食材呢 是啊 放水吗 嗯 要放一点 放多少呢 只需要一小杯 哦 倒在面里呢 一般的炒面都要加一大碗的水 但是用这个锅子呢是不需要的 现在呢可以干上盖子了 调火力 可以了 用大火吗 不 调成中火 对 中火 中火就够熟了 是看透气孔来判断它的煮滚的吗 对 有蒸汁的就滚了 是的 哇 完全不用搅拌吗 对 材料放进去就搞定了 哇 好简单哦 是人人都会煮的一道菜 真的很容易呢 而且呢 材料简单 水和调味料又少 连油也不用搅啊 哇 这简单又健康 天爷 没错 所以啊 它是很棒的炒菜锅 嗯 真的很好用 现在呢 已经滚了 打开盖子啊 稍微的去搅一搅 哇 让我们看一看 用金属铲来搅有没有刮花 再看一下 哇 哇 哇 真的完全没有刮花耶 对啊 哇 这道炒面很原汁原味的 因为它只利用食物本身的水分和油来烹调 所以调味料放一点点就够了 原来如此 其实不需要用铲子的 用这样拋锅炒面的味道就很均匀了 哇 举起来很重吗 完全不会 你要不要试试看 好啊 好啊 我试试看 会很重吗 来 我试试看 真的很轻巧 一点都不重耶 对 怎么样 太棒了 这样对家庭主婦来说 就不用怕锅子太重 手臂会痠痛了 对 哇 看起来好美味喔 我要开动咯 炒面的颜色很均匀的味道一定很棒的 是啊 哇 太好吃了 回家也要试一下 哇 我也想试耶 哇 好 现在连男人也可以煮得很轻松的 无油煎鸡扒 这个炒菜锅是可以用电磁炉的 它结合了炒菜锅以及平底锅的设计 可以用瓦斯炉 也可以用现在很流行的电磁炉来煮 一锅两用 哇 真的太棒了 首先滴小水珠测试一下锅身的热度 如果水珠滚得越大顆 代表锅子越热 现在还不够热的 好 锅子热了 然后再把鸡扒放进去 不用放油喔 好 鸡皮要向下 但是一滴油都不放 不会烧焦吗 完全不会的 真的不会耶 来 我先示范一下 好神奇喔 直接放下去 把肉均匀地铺平 是要铺平喔 好 听到滋滋声 就可以盖上锅子了 那用140度C煎个7分钟就好了 好了 这就是无油煎鸡扒 哇 难想像不用油可以煎鸡扒 到底会不会熟呢 哇 七分钟了 可以打开了呢 可以了 现在开盖 老师 麻烦你拿着盖 好多油喔 把它翻上来 哇 真的很多油喔 你看 翻上来看一看 会不会粘过啊 没有耶 很棒 把面也煎一下 那盖上盖子 然后关掉电磁炉 焖两分钟 喔 欸 焖两分钟就可以了 不用开火吗 对 这样会熟吗 会的 其实呢 这炒菜锅呢 不止传热快 除热性也很好 它会保存烹煮时的温度 哇 让余温在锅子里上下循环 所以煮出来的鸡扒 非常美味多吃 哇 美味多吃 就好像外面卖的炸鸡一样 真的吗 哇 和炒生煮的效果一样喔 外皮很脆 肉有多汁 嗯 对 没错 哇 自由系列的炒菜锅呢 不用油就可以煮出香脆的鸡扒 哇 可以省掉一大笔的油钱 嘿嘿 你们看 那一层已经熟透咯 试试看怎么样 好吃吧 是不是 一般上的鸡扒呢 都会加很多的调味料 但是这个鸡扒呢 直接吃就很美味了 对 我们吃的呢 是原汁原味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加上胡椒粉啊 盐来调味的 好 现在呢要洗锅了 但是它沾成这个样子 通常都会很难洗干净呢 要用刷子很辛苦刷 才能够刷得掉 嗯 来 我们先把油倒出来 哇 好多油啊 其实都是鸡油啊 我们把鸡本身的油逼出来 就避免吃件多余的油了 哇 那真的是很健康 尤其是对正在努力减肥的朋友 就可以放心地吃这道 第一支美味的无油煎鸡扒了 对 哇 现在要怎么洗这个锅呢 其实这不是胶底哦 只是鸡本身的脂肪和胶质 来倒热水 哦 要用热水 是的 然后呢 放进几张厨房纸巾 像这样 厨房纸巾 再用钢铲轻轻地擦 把胶质污积都擦掉 哇 原来可以这么轻松 就可以把污积擦掉 哇 所以 所以洗锅子呢 是不用辛苦大力擦的 哎呦 我第一次看见 用纸巾就能够把锅洗干净呢 是吗 来 哇 再擦一擦 真的很干净耶 洗得闪闪发亮的 哇 很简单哦 这就是因为牛头缸的珍珠抛光技术 让大家可以轻松洗锅 不但节省清洁剂 还节省用水 哇 那这套自由系列很环保的 长期下来会为家庭节省很多开吃呢 没错的 你看 很容易清洗的 哇 真的耶 牛头牌自由系列 是由传统的多层不锈缸 进化成轻巧的复合金牛头缸 牛头缸的构造 包括中间层的铝合缸 以及内外层的304和430顶级副锈缸 因此它的传热快速 使用小火这有大火的功效 进化的牛头缸 比一般的缸锅更轻盈利物 自由系列使用了全世界首创的 锅身厚度差异设计 比一般的市售缸锅 减轻了三分之一的重量 双手把设计可轻松滔锅 只需少量的水和调味料 就能够烹调出原汁原味的菜肴 用金属缠也不容易刮花 拆掉把手的平底锅 可以放进烤箱 烘出姿势菊通心粉和苹果派等料理 自由系列还可以做出售洗烧火锅 味噌酿豆腐 相烤一式披萨 一体成型锅儿 没有死角 容易清洗 不藏污垢 它的传热速度比铁锅 单层腹底锅 传统五层干锅更快 牛头排自由系列传热快速 是你的厨房好帮手 北先生大力推荐的 这个十分好用的炒菜锅 还可以煮什么料理呢 是 其实炒菜锅的用途很广 整颗大包菜都可以煮熟 哇 容量很大呢 对 很轻松的 这个锅在煮什么呢 是它在煮鱼 煮鱼 可以一次过把两条鱼放进去蹲煮 而且鱼完全不会粘锅的 整条鱼都可以放进去 不用切一半吗 没错 它的容量够大 不用把鱼切成小段 就不怕会流失鱼的鲜味了 那而且你看 把鱼倒出来也很容易的 怎么倒呢 那就像这样啦 哦 原来如此 平底炒锅可以端煮浓汤 姿势去花椰菜 材料丰富的寿喜烧火锅 可以做茶碗蒸蛋 蒸出来的蛋又滑又嫩 还可以做意大利面 烟熟面包 香肠 火腿 烘得均匀又美味 哎 加油又不够用了 最近全球暖化课题严重 许多商家对这个课题很专注 请注意今天报纸所夹来的传单 请注意今早报纸夹来的传单 具体有密切关系 環保节能健康锅 自由系列真的是21世纪的创新催剧 方便好用 连我都想要有一套呢 真的吗 其实呢 它使用了世界首创的锅身厚度差异设计 减轻以往钢锅的重量 所以呢又轻盈又漂亮啊 可是我记得刚才它们的是黑色把手的 对 是黑色把手 现在呢 现在怎么变成了彩色把手呢 只要拿一枚硬币 在把手底部的洞口转一转 就可以轻松地将把手拆出来 剩下锅耳 哦 然后呢 把彩色西里罐把手浸一下水 套上锅耳的洞口 它可以奈300度C高温哦 哇 自由系列真的可以换 这么多漂亮的这个把手 没错 如果觉得黑色把手太单调 可以随时让它们变身 这样连厨房也会变得亮丽起来 比起其他锅子 第一 自由系列的传热速度更快 第二 它更坚固耐用 顾客享有中身保值 第三 重量更轻 第四 更容易清洗 第五 它不容易刮花剥落 安全卫生 第六 不会释放有毒物质 哇 牛头牌自由系列 竟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外形漂亮 拿起来轻巧好用 又能够节省烹调的时间与能源 它真的是太棒了 对 它的概念就是经济节省 省下更多能源 那它到底可以节省多少的费用呢 每个月大约马币三十块钱吧 哇 三十块 对 差不多每一个家庭呢 就是节省一天一块钱 哇 那一年就省三百六十五块了 对啊 哇 真是太好了 是的 非常谢谢北仙人 上我们的节目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